大家好 我是Calvin 今集IB收息系列第46集 講一下Yield to Call的計法 最近見到有兩間公司發行新的ETD 分別是USM和Potential PRU 但重點是疑似他們都是發新債去還舊債 兩間公司都已經有些過了Call Day的ETD在市場 市場也覺得收回機會挺大 我們看看這隻PGH的ETD 消息公佈後由26.3%跌到25.37% 跌到近乎25%的水平 這就是ETD的屬回風險 所以我自己對過了Call Day的ETD 如果27元以上基本上是不會賣的 如果26元以上也會非常小心 尤其是現在這麼低息的環境 可以預計到會有不少公司發新債去還舊債 另外省匯有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不同年期被收回的話 回報會差多遠呢? 所以我做了一個Excel file 主要是計算某一隻ETD不同年期的Yield to Call是多少 計算例如半年後、一年後、兩年後被收回的話 回報有多少 很簡單 Face value是25 Coupon rate是一年的Pass息% Pass now是現價 拿一隻ETD做例子 CPRN 花旗的優先股 已經過了Call Day 現在的Coupon是浮息的 我可以自己計算一下 上一期派4毫5千06 乘4就是一年的派息 再除25 可以簡單計算到 Coupon是7.2% 現價是27.07 可以看到Current Yield是6.649% 如果一年之內被收回的話 回報是負數的 即還要輸錢 如果兩年收回的話 回報是2.88% 三年收回是4.2% 可以自己去計算一下 如果哪一年收回的話 回報有多少 值不值得去投資 我們再做另一個例子 RILYZ 現在正在做Below Pa 也剛過了Call Day 它的Coupon是7.5% 現價是24.45% 看到Current Yield是7.69% 情況相反 越早被Call 反而是越著數 現在是0.5% 代表6個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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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年用分1 兩年分2 第二個Variable 就是Face Value 成為Coupon 第三個Variable 就是Legative 的現價 第四個Variable 就是用Face Value 自己可以用Face Value 去計算U2Call 希望這個表可以幫到大家選擇 合式的ETD優先股 今集說到這裡 還未訂閱朋友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按鈴鐺